隨著全國新冠病例上升 國內基本傳染數連續兩天攀高 昨天更是錄得1.08 寫下一個月來的新高 衛生部的數據顯示 全國有9個地區的基本傳染數突破了1.0 其中不成的情況最嚴重 傳染數為1.25 接著是彭亨1.18 吉隆坡1.16 雪蘭鵝1.12和吉打1.11 馬六甲 沙巴 冰城和森美蘭 自分別介於1.01至1.08之間 至於傳染數低於1.0的有霹靂0.98 柔佛0.96 登加樓0.94和納敏0.91 根據記錄 全國傳染數最低的是沙拉月和吉蘭丹 分別錄得0.89和0.82 玻璃市昨天只有兩宗新增病例 此外 衛生總監當斯里諾西山發推文指出 經過兩次的實驗 醫藥研究院證實 唾液抗原快速檢測試劑的準確度高達9成 醫療器械管理局目前正在擬定使用指南 預計下個星期就能完成草擬 最初的實驗後 麻煩了 請問一下